介紹幾個名詞 剛剛說老大 我們現在都要證明了 可是我們現在有一個線性系統 線性系統 然後我們會很喜歡做一件事情 如果有0的話 全部都是0的列 我們會把它放到最下面 不管有幾列 全部都是0的放到最下面 我們基本上是沒有要理它 所以放到最下面 然後呢 前面的地方 前面的地方 第一個飛零的元素 我們會把它圈起來 就是我們一路上一直把它圈起來 這個東西呢 叫做 老大 這些老大 就這個 有第一個 每一面的第一個飛零元素 第一個飛零元素 就這樣 然後 你會發現退浪原則 要往後退 就是像是階梯的形式 像階梯 裡面倒過來的階梯 不管課本說是階梯 總而言之就退浪 一定要退浪 要往後退 要往後退 可以啦 對 有問題可以說 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為了我們最喜歡寫成這種形式 那寫成這種形式的時候 就叫做 Rawation Phone 再一次 大頭是飛零就好 規定要是1 我們剛剛看的比較漂亮 看的比較徹底 把它變成全部都是1 不一定 在Rawation Phone的時候 還沒有規定這件事情 就是大頭 只要是飛零就可以了 他要是拍也可以 就這樣子 那所以我們現在來定義 什麼叫Rawation Phone 其實就是我左邊畫的這個圖 那我們當然 這個以後呢 我們就會寫成R-E-X 才是看起來比較高級 就不知道在寫什麼東西 就Rawation Phone 其實只是因為這個字太長了 所以一個 一個條愛的矩陣 我們說它是 Rawation Phone的形式 它可以有很多種形式 它是說 它在Rawation Phone的形式 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是靈的話 全部把它送到最下面 這個才就是真的歧視 所有的靈力 全部把它送到最下面去 所以這個很容易想 沒有腦大在上面 沒有非靈的元素 所以它一定會被送到最下面去 所有只有靈的呢 被送到最主端 這第一個要求 第二個要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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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個非靈人是我們叫做Pego 叫做Pe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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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ing Coefficient 就是領導技術 那它一定要退讓 對前面那一列 它一定要往後退 就是對前一個老大 它要往後退才可以 不能併駕起去 一定要往後退 那更不可能超越它 所以要往右邊去退讓 好 好 好 就是它一定要比前面那些列的老大在後面 就是往右邊退 好 就這樣 然後呢 再一次 再一次 我們呢 如果 如果有被選到的Leading Coefficient 就是有 有被圈出來的 比方說我們剛剛看到的例子 每一列的第一個數字代表X1 第二個X2 第三個X3 再來是X4 再來是X5 然後呢 被圈出來的 我們在這邊就圈出來 就這樣 就有一個非0的元素在這邊 好 然後再來呢 剛剛我們的例子 是X3被圈出來了 這是第二個式子 再來第三個式子 是X4被圈出來 其他都沒有了 沒有被圈到的時候 沒有被圈到的時候 就會 就交錯那個 所以被圈出來的變數 就是X1 X3 X4 沒有被圈到變數就是 這個是叫Free Element X2 X5 X3 意思是我們隨便設都可以 我們減的時候 隨便設是多少都可以 那其他的三個呢 X1 X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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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基本變數 X4 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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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6 目前可以 然后呢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今天 我们认真地决一写 好 就是我今天呢 我今天呢 要我们刚刚的那个式子 我们在最后变成reduce relation form的时候 稍微写一下 就是今天呢 二分之三二 一 一 负二 一 负一 一 然后答案是 这件是零 然后再来是零零 一 负一 三 然后等到负二 然后再来是零零 零 零 一 负二 然后答案得到一 就这样 好 这个是我们刚刚的最后化解的结果 然后往扫圈的一个大头 那这是我们最后得到的结果 那我们刚刚说 我们想要解一个 particular solution 是怎么解的 那我们现在再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它 就是呢 这个式子呢 其实就是 一零零 负二 一 负一 一 然后 零零 一 负一 三 然后零零零 一 负二 好 乘上 五个数字 X1 X2 X3 X4 X5 然后等于零 负二 一 这样 好 我显然画的正面多重 不管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会发现 之前我们有说过 这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式子 就它相当于 X1乘上第一个行向量 第一个卡拉Vector 加上X2乘上第二个卡拉Vector 加上X3乘上第三个卡拉Vector 一纸类可以我们写出来 所以就是X1乘上 100 加上X2 乘上 -200 加上X3 乘上 1-1 误1-1 加上X5 乘上 5 E3R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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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可以吼 這樣我們之前說的 然後我們把大頭型圈出來 它是Basic Velofer的圈出來 就是需要等人家決定的圈出來 也就是我們要particle solution 最重要的決定 就是X1 X3 X4 就這樣 好 那我們想要做的事情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們剛剛求particle solution 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直接把X2跟X射成0 因為它們是free variable 其實我可以真的把它射成0 所以我就把它射成0 所以這一項就沒有了 這一項也沒有了 這兩項沒有 所以最後我們要湊答案的地方 只有 只有這樣 只有X1 乘上100 加上X2 乘上多少 我們是X2 X3 乘上110 X3 1 加上X4 乘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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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好 就這三個數 這三個 然後我們希望它等於0 -21 0 -21 就是這樣 好 這個最後結論就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會把那個 可以自由射的地方都射成0 然後變成只要決定這件事情 然後決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很快的就會發現 因為只有在最後只有它第三個 只有X4有第三個數字就是1 我們把大頭順便圈一下 大頭順便圈一下 因為只有X4有最後一個數字 所以我們就把那個X一定是1 射成1 對 可以 簡單嗎 沒錯 因為只有它有1 只有它在第三個位置有1 有數字 其他都是0 那X3總半呢 X3總半因為已經射成1了 X3要變成 這邊是-1 然後 然後要怎麼樣才會抽到-2 然後我們這邊發現說 這個地方就要射成-1 就這樣 然後呢 X1 最後的射X1 就前面都已經射完了 最後要湊出來就是0 所以它反而是-1 這邊是-1-2 所以這邊只要2 2排3 沒錯 就這樣 所以這個X1要射2 就這樣 所以我們很快就會看出這個解來 為了要湊出0-2-1 所以我們就看得出來 X1 X3 X4要這樣射就可以了 X1 X2 X3 這樣射就可以了 可以嗎 OK 然後 還有一個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剛剛我們會發現這樣子去湊就好 還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如果 今天它不是長這樣 它如果 如果 如果 現在不是長這樣 如果 這邊都是0 這邊都是0 就上上下下 1的上上下下都是0 你會不會發現這樣更簡單 會不會 會不會 就是 那如果是這樣 如果 現在不是 所以這個答案不是這樣 這叫X4就會直接射成1 X3就射成-2 X1就射成0 就好 如果 如果 上上下下都是0的話 所以我們很喜歡 它的上上下下 不要這樣 好 這個是 我們稍微觀察一下說 我們怎麼找Potitude solution 的時候 然後順便看到 我們其實喜歡另外一個更了不起的東西 好 所以我們做一個 剛剛說的一些話 做一些小總結 就是呢 我們剛剛做的其實就是高師消訊吧 已經被大家廣告做了 高師就是大家知道的高師 也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應該大家都知道 就是被稱為數學王子的高師 高師做數學有一個非常大的特性 他很怕被批評 說他做的方法太衰敗 太沒水準 所以呢 他在發表一個東西的時候 都要寫好幾次 就是寫到那個出神入化 人家完全看不出來他怎麼想的 他覺得那種最精妙的證明的時候 他就會提出來 但最精妙的證明 通常大家是看不出來他怎麼想到這件事情 那事實上是改過好幾個版本 之後他才會把它真的送出來 好 這是高師做的事情 好 然後他加上自己 他自己又很厲害 所以那就更難懂他到底在做什麼 大家證明了非常非常多的東西 還有高師 然後還有一個很特別的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很多的各種領域 寫得很好的書都會被稱為聖經版 那高師是人類有史以來 除了真的聖經以外 人類有史以來被稱為聖經版的 第一本書就是高師的書 就是有一個數學家 整天就抱著高師的書走來走去 就好像抱著聖經一樣 那高師另外一個很怕要批評的事情 就是他做過很多很有趣的數學問題啊 但是這個比方說高師曲律 大家以後說不定有在某個機會 高師曲律 高師曲律呢 他在問問題的時候就說 如果有一隻螞蟻 他只認得二維的空間 他只認得二維的空間 那他事實上在三維的空間走的時候 因為他只能認知上只有二維 所以他能不能夠知道說 他自己住的二維的世界 是彎的還是平的 意思就是說好像說我們現在人類 人類生存在這邊 你有沒有辦法自己感受得到說 你住的世界是平的還是平的 然後他其實是想要問的是人類 但他不好意思直接問 所以他 之類的 好就這樣子 他就想要知道說 我們住的世界是彎曲的還是平的 然後他怕說真的這樣問的話 會被人家當神經病 所以他不敢這樣問 所以他就去研究這些事情 然後研究所謂的高師曲律 就準備解決這件事情 好 那這邊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做很有系統的 做矩陣的消去的方法 叫做高師消去